周三,美国海关与边境保卫局宣布,在洛杉矶国际机场截获了来自中国的7170件仿冒名牌商品,总价值近500万美元。 据悉,这批假货包括多个知名奢侈品牌,如路易威登、向奈尔、迪奥、古池、芬迪和范思哲。 其中包括2175双路易威登两鞋、1100条假路易威登围巾、625个仿造的路易威登手拿包、 572个甲迪奥手提包、475件香奈尔粮鞋等各种假冒商品。 消息指出,这些中国假冒伪劣商品都是CBP官员于7月14日在洛杉矶海关查获的。 当时有约198箱货物被故意标记成了塑料办公用品,试图躲开海关检查。 当局指出,该批假货对应的商品零售价估计约为489万9900美元。 目前该批假货将被权数销毁,同时调查人员将保留法律追溯权。 事实上,CBP在全美查获了近3万批货物,其中近一半来自中国,35%来自香港,仿冒商品的价值达到了15亿美元。 新唐人记者过约西洛杉矶报导。 新唐人记者过约西洛杉矶海关照 新唐人记者过约西洛杉矶海关係